大家好,我是國立台灣大學受益系五年級的張俊 不知道大家在想到受益系的時候會想到什麼 其實我自己啦,走在路上如果提出我是受益系的 最常被問的就是,你很喜歡動物嗎? 你喜歡狗還是喜歡貓啊? 但是其實受益系它是有很多很多的方向 那在今天的部分我就會跟大家分享說受益到底有哪些面向 然後受益的這些面向未來又會有哪些出路 那在準備履歷啊,在準備面試的時候又有哪些小撇步可以準備 那這就是我今天分享的主要的內容 今天我主要會分成三個部分跟大家進行分享 第一個部分呢,是如何讓你的履歷更出彩 如果你是一個高三的學生 你要怎麼樣讓你的履歷在一萬個人裡面被教授看到 第二個部分呢,則會跟大家說要如何進行面試 要如何讓教師在面試的時候可以記住你 不會讓你成為那個萬分之一 那第三個部分呢,則會介紹受益系五年的課程 以及我有所經歷的一些實習啊 還有一些課程的選擇的部分跟大家進行介紹 那我目前有在經營兩個傳染病衛生教育的平台 一個是朱先生萬先生的學生負責人 第二個是獸醫教育宣導平台的獸醫看世界 在裡面都可以看到一些跟獸醫有關的一些小知識啊 或是一些秘辛或者是一些你所不知道的獸醫系 當然裡面還有一些好笑的梗圖啊之類的 那關於我的經歷的部分,如果你要讀台灣大學 千萬不能錯過的是台灣大學的一些社團還有學成 現在是一個講究多元然後多方向跨領域結合的一個時代 所以呢,如果只專精在自己的領域上 固然可以成就一個職人 但是如果你可以跨領域去摸索更多的東西 那就不枉費你讀台大了 那我自己的話是有參加Z級三大校隊 以及潛水社的社長 然後除此之外呢 也有考過自由潛水跟水費潛水的進階證照 那在學成的部分 我有自己在去修傳染病學成結業 因為像是前陣子COVID-19嘛 我希望自己可以在這個部分貢獻更多 那最後我是台灣大學利他獎的受獎人 接下來的部分要跟大家講 要怎麼讓你的履歷更出彩呢 如果你是高一高二的學生 我會說因為台灣大學獸醫系有一個40小時的實習 是我們要教授會看的 那這個40小時的實習其實是可以在高一高二的部分 就先去做 先去看說到底受醫系是不是你喜歡的職業 因為職業這個東西是你一輩子的事情 所以你到底有沒有喜歡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會送你們一句話 踏破你的舒適圈 只有親身接觸才可以激盪火花 那這是什麼意思呢 如果你都是靠書本或是靠影片 沒有親身去接觸 其實很難真的判斷你到底是喜歡還是不喜歡 畢竟是你要從事一輩子的職業 所以高一高二的階段 我會建議你多方嘗試 去試試看一些牛場機場 或者是小動物獸醫師的一些職業 讓你自己可以更加的去吸收不同樣的東西 那如果你是高三的同學 我會說 機會是留給準備好的人 先有了機會才能放手一搏 那這是什麼意思呢 意思就是說你要先拿到入場券 就是如果你沒有學測那張入場券 你的履歷再好 你的面試再好 都是網談 所以我會建議你先把你的學測讀好 學測讀好之後 再去接觸關於受醫系相關的領域 關於面試的小技巧 我有三步三藥來跟大家分享 什麼叫三步三藥呢 第一步是 我們進入VCR 什麼VCR呢 就是教授跟學生面談的VCR 同學請問你為什麼要讀受醫系呢 我我我我我 因為我們家門口有一隻流浪狗 然後它被車撞到了 被車撞到之後我想救它 我跟你說這件事情絕對是教授不想聽到的 因為這個可能已經在這十年裡面被無數的學生講了無數遍 所以這件事情呢是要絕對避免的 成槍爛掉絕對要避免 第二個是呢絕對不要不懂裝懂 什麼叫做不懂裝懂呢 就是呢 假設今天教授問你一個問題 請問我們要如何預防LAPTO在人畜公通傳染病上的實作呢 你心裡想說 天啊 LAPTO是什麼東西我此生都沒有聽過 然後你就說 戴戴口罩好了 但這樣其實是不對的 這個傳染方式整個就是錯誤的 所以當你不懂的時候 你就可以說 我不太 我沒有 我沒有在這方面有所研究 或是我沒有在這方面 我沒有看到這方面的資料 教授都可以理解的 因為你們只是一個高三的學生 那最後則是千萬不要長篇大論 什麼叫做不要長篇大論呢 就是教授他可能已經從早上八點面試到晚上八點了 已經非常久了 然後他問你說 請問你為什麼要讀受益系 然後你回答說 哇 我有一個爸爸 爸爸 爸爸有媽媽 然後他們養了一隻狗 我 我很喜歡狗 教授就會覺得 天啊 講重點 所以呢 這非常的重要 講重點 精闢 不要長篇大論 那要什麼呢 第一件事情 最重要的一定是音量要夠大 什麼叫做音量要夠大呢 教授其實也是人 那教授 每天要上那麼多的課 其實如果他要非常用心 聽你講很小聲的話 其實對他們來說是很負擔的 所以盡可能的音量要大 那第二個部分呢 則是多方涉率 如果說你對獸醫的了解 只有小動物獸醫師 那我會說 可能會稍微吃虧一點點 你可以再去多方了解更多的獸醫系的面向 最後呢 則是要更新時事 盡可能了解一些跟獸醫系有關的相關的時事 會讓你在面試的時候能夠更出彩 到底獸醫有哪些面向呢 第一個面向是關於個體醫療的部分 什麼叫做個體醫療 就是像我們人去看醫生 是一個一個 一對一這樣子的叫做個體醫療 那像個體醫療有像是野生動物啊 馬啊 小動物啊 這種面向 那像是我們平常食用的一些東西 比如說牛啊 羊啊 這種經濟動物 可能就會比較偏向是群體醫療 什麼叫做群體醫療呢 就是一大群 比如說他們全部都在咳嗽 那我們就可能給予一些 經過檢查之後 給予一些抗生素 或是給予一些群體療法 那是叫群體醫療 那除此之外啊 像是傳染病領域 基礎研究領域 實驗動物領域 以及公職受益領域 都是受益系的更多面向 大家都可以再更去了解一點 在我大一的時候啊 其實除了玩社團以外 我就有去印尼蘇門達蠟大象保育計畫 蘇門達蠟它是一個非常落後的地方 也不是說落後 就是說可能相對在一些衛生基礎上 沒有那麼的完善 所以他們的廁所可能就是一個洞這樣子 對然後我去那邊的時候 是我大儀第一次見識到世界上有這樣子的一個地方 因為平常我們都在都市生活圈嘛 那我第一次看到說 原來在那樣子的地方 最近的醫院可能有二十公里 那晚上整個陰區可能只有一個插座 那不會有冷氣 然後每天晚上可能三十幾四十度 然後非常多的蟲 然後你早上會是被大象的聲音叫醒的那種感覺 是非常特別的 並且你在一線的時候 我是第一次看到大象它在野外跑步的樣子 然後也是我第一次看到大象生病 但是卻沒有醫療的樣子 他們唯一能夠給予的醫療 可能就只有一些抗生素 或是一些口服的藥物 那一線他們的醫療其實是非常缺乏的 他們的相符也用他們的英文跟我說 他們其實如果受傷 就算是人類受傷 也都是只能靠自己 因為最近的醫院非常的遙遠 而且醫療資源非常的缺乏 那我會覺得大家在高中的階段 可以去接觸這些東西的話 會對你未來的眼界有非常大的提升 那除此之外 我也有去參加一些 急重症動物醫院的實習生 還有一些雲家男診斷中心啊 或是中研院的計劃 這是大家大學可以去嘗試的 除此之外呢 受益系有一個叫做 國際受益學生組織IVSA 那它會舉辦很多國際的活動 可以讓你和世界各國的學生 共襄盛舉 就是去交流各個國家不同的 一些醫療的現在的先驅這樣子 除此之外呢 像是課程的部分 其實可以在我們台灣大學 受益系的網站去看到 那大一大二大三大四的部分 主要都是一些基礎課程 像是生物化學啊 像是免疫學遺傳學 不管是基礎組還是臨床組 主要都是會先給你一些建構的基礎 然後大五的部分 則會進行 就是在台灣大學動物醫院裡面 進行實習 那我們會有內科外科的輪診 然後也會有 屍體解剖的輪診啊 然後也會有 像是選修 選修的話就會有神經專科選修 或者是腫瘤專科選修 復健專科選修等等 就是它人的動物院輪診體制 其實是很像的 由於大三大四大五 了解的比較多 所以呢 大家可以選的實習 也可以選擇再更精深一點點的 那我自己的話 我是有去台北市立動物園實習 然後我在大三寒假的時候 也有去美國的馬專科醫院實習 那美國馬專科醫院它是 有點像一個莊園喔 然後它裡面會有一個ICU 然後會有外科室內科室 然後齒科室 就是各式各樣不同的 有點像人的綜合醫院 但是非常大 就是一個莊園這樣 那是我第一次見識到 原來國外的動物醫療 可以做得這麼的完善 也是那次是我第一次 開始意識到 如果我未來能夠 有更多的資源去 在受益有更專精的發展的話 我想要回台灣去 然後讓台灣的動物醫療 可以更好更完善 就盡可能的 讓我們的資源更多 那也是參加那一次 美國的馬醫療 發現原來美國在馬方面 都可以有這些ICU 急診啊 急診啊 難產急診 各式各樣的醫療 那我希望我也可以有一天 能夠為台灣也能做到更好的醫療 這樣子 那是我第一次意識到 那後來我又回台灣 然後去了台灣的馬場實習 然後去了之後才發現台灣 因為市場比較小 而且台灣的馬可能就是 比較少人了解 所以就是台灣的馬醫療 其實資源是非常平級的 那我會覺得就是 大家如果能夠更就是 多方去接觸的話 可能可以讓台灣的各式的動物 被更多人了解 或許可以更好這樣 那大三大四大五 會跟各位說 如果各位對動物醫療有興趣 各位應該是高三的同學 所以你們也可以在大一一進台大的時候 就進一些專題或是學識論文去選讀 什麼叫專題或是學識論文呢 台大有很多的老師 那每一個老師的研究室都是專精不同的領域 像是外科啊內科啊軟組織外科 復健或者是基礎組的實驗動物啊 食品衛生啊或者是繁殖障礙啊 各式各樣的實驗室 都是你可以去嘗試看看的 那這些實驗室裡面做的事情都不太一樣 就會隨著你的研究室會有所不同 那我會覺得如果你讀瘦醫系的話 很值得去參加一個基礎組的實驗 去看看自己到底適不適合實驗這件事情 因為你未來如果從事了30年的臨床 可能就會沒什麼機會再去接觸基礎組了 那我想跟各位高中生說的話 主要有三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呢是希望大家可以突破舒適權 什麼叫做突破舒適權呢 我自己覺得我在高三的時候 是一個被保護在殼子裡的狀態 就是我覺得大家都給我一個非常好的想像 然後把我保護在一個很美好的圈子裡面 可是一直到我大姨去了國際志工 去了那次的大象的實習之後 我才知道原來世界上有這麼多人是被需要的 而我們是被很多幸運跟機會寵愛的人 所以我很希望大家可以去多方嘗試 並且去關心一些世界角落 各式各樣不同的人或是動物 讓自己因為你有這樣的幸運 你有這樣的機會可以得到這麼多資源 希望大家可以再把它回饋下去 那第二個部分要跟各位講的是接觸生命 什麼叫做接觸生命呢 很多人對受醫師的想像都是 每天可以跟好多可愛的狗狗貓貓相處 或者是每天可以抱狗抱貓 在這樣的環境裡面工作一定很幸福 可是其實受醫師要面對很多 你可能沒有辦法想像的一些生理識別 或者是一些更現實的層面 什麼叫做更現實的層面 意思就是說今天假設有個動物來 牠是癌症晚期 跟人一樣我們可能現在的醫療 沒有辦法給牠很完善 就是能夠把它治癒這件事情 已經是沒有辦法的了 那怎麼辦呢 我們就必須要面對 所以即使今天動物會走 我們還是要盡可能的讓牠在走之前 給四足一段最快樂 讓牠們可以好好的安寧的走下去的一個選擇 那在這個時候 往往四足都會非常難過啦 那我們也是要面對這樣子的生理識別 是需要一些心態上的調適的 除此之外還有一件事情是 我想問大家一個問題 就是很現實的層面 如果說今天呢 有一隻流浪動物 有一個人帶牠來獸醫院 然後牠說我沒有錢 但是我想要救牠 那你會救嗎 我想我想問大家 你覺得你們會救嗎 一開始會 一開始會 多了可能就沒有辦法 多了可能就沒有辦法 對 所以我在高三去實習的時候 當時的獸醫問了我這個問題 我就回答說 救啊為什麼不救 一定要救 然後獸醫就回答我說 一隻兩隻三隻你救 十隻二十隻三十隻你救 一百隻兩百隻三百隻你救不救 然後我那時候的回答就是 我很想救 可是我不一定有這個能力可以救 所以我想說的是 動物醫療比起人醫 可能沒有那麼多的資源 所以我們會面臨一個很現實的層面 就是四主可能會有經費問題 而且我們沒有健保 但是醫療是一件非常昂貴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各位高中生 要想好這件事情 就是你當你選擇了動物醫療 就相對是你會有很多現實層面的考量 那這個現實層面的考量 是你需要去親身接觸才可以體會到的 最後呢 要跟大家講的則是跳脫框架 什麼叫做跳脫框架呢 就是其實很多的我們以為的理所當然 它背後都有很多的前人的努力 或者是一些秘心 那我想說的是 就是我創了一個 我跟朋友還有老師們 就是有在台灣大學創了一個傳染病平台 那是關於人助共同傳染病的 那也是因為COVID-19 然後那時候不是有香港的一個報告指出說 有在狗身上 或是有在貓身上驗出陽性嗎 然後其實那時候有爆出大批的棄養潮 就是很多的動物就因為這樣子被棄養大 人人人心都惶惶啊 大家都很害怕 可是在資訊還沒有確定的情況下 大家卻都直接把動物這樣棄養 其實是非常的 因為資訊不對等造成動物很大的傷害的 那我會覺得說 如果我們可以去關心社會 然後不要就是局限在我們現在所接觸到的這些知識的話 跳脫我們現在有的一些框架或是思維的話 去做一些 比如說創一些團體啊 用你有知識去消你一些資訊的不對等啊 其實是你高三生就可以做的事情的 那這就是我今天想要給你們的話 突破舒適圈 接觸生命以及跳脫框架 希望可以讓大家對受益系有更多的了解 並且讓你們知道說高三其實就可以做非常多的事情 如果你也喜歡受益系 那就要更努力的去接觸更多的領域 然後去回饋社會 有請人跟呢 我覺得生活就好 另外我們來演為 我有水 digital 請 mueiki 每個地方都乘 sentido 還有錄飾 enza甚至比